這個就是要修改成績 修改成績在 DataFrame 裡面的怎麼樣操作 其實最重要就是用一個方法叫 LOC 跟另外一個差別是 ILOC 這個是 LOC 這兩個方法其實用到的機會都非常的大 我們來怎麼操作 首先我先DEMO一下最後結果 當然你會發現這個本來的資料 小黃的英文成績56 改完之後變小黃的英文成績變80 OK 那怎麼做修改呢? 首先第一個 這個地方其實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當然我們原來的資料 賦予它的就是小黃的成績 它的成績就是56分 基本上 它這應該是小黃的成績在這裡 56分 當然啦 你如果這邊沒有改的話 它就56 那我們怎麼去變更完之後呢 再把它Print了出來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用一個方法 假設資料已經寫進來了 它已經這個地方已經是56分了 那如果我要後續再來做修改的話 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跟它講說 我要針對這個DF 就是DataFrame 點後面的話 記得你可以用一個方法叫LOC OK 那LOC的話呢 後面它會出現呢 當然我們就給它一個刮鬍 那這個刮鬍裡面呢 你要必須提供給它兩個訊息 第一個訊息是 有點像是 這感覺比較像哪一個 有點像是Excel裡面 你不知道各位沒有用過一個函數 叫Indirect函數 好像有點類似 哪一列來一來 或者Index函數 那我們只要跟它講說 我要請你幫我抓一個位置 哪個位置 小黃 所以你跟它講說 我要小黃先列有沒有 第二個 小黃的什麼呢 英文成績 那你就再來第二個 豆點之後的話 跟它講說 小黃的英文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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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我變更為等於80 他就知道了 OK 所以哦 LOC的話 先列 哪一列 哪一列裡面的哪一個人 其實就是哪一個人 的什麼成績 這個時候的話呢 如果你把它寫 寫這個成績進來的話 那他就會知道說 你要把這個資料呢 做一個變更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把這個資料寫入之後 然後最後的話 再把資料給列出來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們看一下這個 不過這裡可能要注意一下 有一個可能比較容易犯的錯 不管是LOC或ILOC 用的一律不是小瓜糊 因為它是屬性 所以這裡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邊的話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 要用中 中瓜糊 跟那個剛剛ILOC一樣 它的哪一個什麼 特別注意哦 這個地方不能用小瓜糊 一定要用中瓜糊 指的就是它哪一列 的哪一個欄的資料 把它丟一個80給它 特別注意這個地方 比較容易出錯的地方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最後 再把那個 這個DataFrame把它列出來 列出來看看結果 是不是有做修改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你會發現 上面這個是原來的 小黃的 英文成績56分 下面這個的話是第二次 我這邊又多一個 叫printdf 這什麼呢 這個地方呢 它就被改成80分了 不過呢 假設針對考試部分 它最後呢 是希望說呢 你列出來的成績 好像它是什麼 改完之後最後列出來 只有列出小黃的成績就好了 所以如果我現在呢 看到的結果是全部的話 那如果只要針對小黃 一個人的成績的話 那怎麼怎麼列呢 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在這邊加一個點的嘛 點 其實有幾個方法 你如果用loc的話 只要中瓜糊 裡面放什麼 放小黃就可以了 比如跟他講說 我只要小黃就可以 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時候呢 它就只列小黃的成績 OK 那另外還有第二個方法 如果你不用loc的話 其實呢 你也可以用剛剛有講過的ilc 不過呢 那如果你用ilc的話呢 你那個中瓜糊裡面放的 就不是那個列的名稱 而是哪一列 OK 所以特別之外 加個i有點像 index的味道 或者是 所以如果你是用ilc的話 那小黃是在第幾個 小0 小黃 小黃第二個 所以理論上index值為1 所以你只要怎麼 輸入1的話 你會發現 看一下 假如執行的話 有沒有 得到的結果是不是 小黃 小黃在這裡 OK 是不是 1 2 3 這個 這個OK 這個OK 那這個因為改過變80 所以這邊變80 這邊63 沒錯 所以特別注意哦 假如說呢 你要把那個 只單單小黃的成績列出來 有兩個 至少兩個方法 第一個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用 loc 但是後面中瓜糊 記得加那個 人的名字 OK 第二個的話就是 如果你用ilc的話呢 在中瓜糊裡面 放的是數字 指的是 第幾列的資料 OK 兩個方法都可以 那請各位試試看 針對這一題 把這個後面部分完成 那如果 這一題完成之後 就是要做的嘛 所以剛剛 主要就是 學會幾個重點 包含就是說 怎麼樣取資料 你可以用 ilc 或 loc 然後呢 可以用 點sort value 做排序 其實關鍵就是說 哪一欄 by 後面加哪一欄 然後要不要 遞增或遞減 如果要 預設是遞增啦 其實如果遞減 還需要加一個等於0 OK 然後另外就更改資料 更改 你可以用loc去更改資料 那這個部分完成之後的話 待會請各位呢 接著繼續再來看那個 就是證照考試題的第303題 303這個是 果菜批發市場 那這一題的話 基本上它一樣 跟剛剛那301 蠻類似 就是 它已經給我們 data frame的架構了 等於是說它的column 跟index 跟data 好像都已經有了 不需要讀進來 然後它只需要做底下的 5個動作 我動作什麼 把什麼 請撰寫程式 建立那個結構 然後把這些列出來 列出來 總共A、B、C、D 四個需求 就是輸出那個整個表 所以其實就把df 整個print出來 那再來一樣 它怎麼 考那個遞減 遞減排序 按照西瓜的價格 做遞減排序 然後呢 只輸出西瓜的價格就好了 不要全部 然後呢 計算什麼呢 台北一 台北一在哪 台北一在這裡 台北一的這個 市場的行情 所以只輸出台北一 這個一樣啦 跟剛剛那個還蠻像的 台北一的話 基本上 你可以用LOC LOC直接抓台北一 或者是說你用ILOC的話 那就抓012 給它2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這兩個方法 第三個問題就是說呢 將三重四 改成三重區 其實就是跟剛剛那個修改成績蠻像的 修改 所以也是用LOC 然後呢 把相瓜的價格 改成 改成什麼呢 羊香瓜 就是說香瓜 前面加一個羊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剛剛的301做個Ending 那並且稍微把那個303 這一題的題目 稍微看一下